就是說遷到現在所規劃的地點 這個在第二個決定 然後第三個才決定說 真的要遷移了 大家同意了 那如何遷移才不會破壞 然後最後才決定說如何修復它 然後再利用它這樣子 我的意見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其他委員 要我們就三位以後再請這個相關的這個單位來做一些說明 有沒有其他委員要在這個階段做執照 有沒有 是不是可以麻煩杜柔奇這邊 好 我們剛剛那個填到資料 因為我看到了有那個 在捷運局的那個當初 通過我們這個山景倉庫還有北門的周邊 它那個地下的那個挖掘的那個路線 在你捲報資料的最後35頁 能不能套土套一下就這一道 我們山景倉庫在哪裡 然後我們北門在哪邊 能不能這個進一步的說明一下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另外這個我們套土準備下台的 你有沒有再一位文人給我們指告 來 另一位 好 兩件事 一個是剛剛聽完那個簡報 好像發展可以決定的方案 就是遷移對不對 然後文化局好像也有配合 就是遷移 我們聽下來是這樣 我不曉得還有沒有機會討論 那這個我等一下再來看 那第二點就是 聽我們台北市文化資產委員會 非常進步 大概好像應該都 因為外面有很多人民團體 這個 好像會不會開場 我不曉得 因為都市有 我們跟都市有都有 我比較文化資產委員會 我已經第一次參加會委員會 我也是第一次 對 那不曉得這個 人民台北的意見 要不要聽 那是先聽完以後再來談呢 還是我們查完他再來 我們先聽完 那他來表示意見 我們再聽完 我們再討論 好不好 就是說這樣的情形 就是說我們先讓專業的人 來做一些探討 那我們在專業的輔佐之下 提供給人民團體 給民眾 關心民眾來參考 那我們再回歸來 再做專業的探討 好 那就剛剛的第一點 就是 瓜哥可以繼續發言嗎 就是 就是 就是我們今天 就是 今天針對今天的議程 因為剛剛聽完直報 就是 發展局 只決定一個方案 一定要簽 文化局好像也配合了 就簽 剛剛交通局的方案 我們可不可以重新選擇 沒有機會 對啊 那我記得我上次在 上禮拜會開的時候 我提的希望報告的 應該是 市政府的方案 還有一個就是 現在寫的方案是 應該還有一個叫方案9 這個9 上次的簡報有一個方案9 那三個呢 這個做比較詳細的討論 那當然像說 比如說啦 就是 為什麼 因為上今天的這個理由 都沒有寫 就是結尾的結果 就是 我們到底怎麼知道說 方案是 就是 將來的交通速率是 40 行車速度40 是指 上班時間呢 還是指 12點的時間呢 還是指 什麼時候 這個事情可以 甚至說 會更慢 我不曉得 說給我們的一個答案 就是 就這個結果 還是說 有其他的資料可以讓你們參考 如果我說 我們今天有機會 再重新討論這個事情的時候 還是我們只能接受 這個交通局的結論 這個事實就是最後的答案 但我不曉得這個事實呢 降低 那按照我的經驗 我也常常經過這裡 但經過早上經過 一定變慢 那這樣的話 這個事實 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個 會更慢還是更慢 因為上禮拜 還有說 這個資料裡面 還有陳述說 因為距離的不足 當然今天的這個圖面 我覺得 沒有很清楚 告訴我說 我們各種方案 就是八個 或是九個交通 對這個 可能對北門會比較好 但是對那個 山頂這個事情 可能有各種問題 那這種各種問題 到底是什麼問題 是會容易 好像我知道的 好像有一個講法 就是比較容易撞到 大概因為距離太近了 那這個事情 也沒有看到 比較告訴我說 到底是 舉例來說到底是 還是留了兩公尺 還是留了一公尺 還是最後只有五十公分 因為按照我們現在的人行道 至少也有1米5或是1米6 還是說很多地方的人行道 那這個 這樣的講法到底 對或不對 我不曉得 可不可以 上禮拜我有這麼要求 希望今天能夠聽到這個 比較具體的交通 如果我們從頭 再從交通的這個事情 來討論的話 那當然我上禮拜 把它簡化成三個方案 然後在這上面 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裡面的方案1 當然這個 可能是一個最理想 那方案是 可能沒那麼理想 但是我在想 就是說 所謂不理想的是指 除了剛剛講的交通的原因之外 另外就是 就是容易形成孤島 就是北農這個 應該是第九方案 這個容易形成孤島 那那個方案我讀了一下 但我們可能也有某種 某種程度的預期 就是 因為前前後後 大概 我所了解的 大概就是 方案9 可能是 南邊有兩個 然後北邊有六個 那 那這個考量的狀況是什麼 背景是什麼 不曉得 那我猜測 大概 大概也可能是預期 將來 可能新北市的什麼 我們三環三線都做完之後 從台北市 從新北市 進台北市 交通量有可能會減少 就是開車的量會減少 那這樣預期 我們也可能將來也有 有可能就 就像我們現在 北農高架有可能拆掉 那將來呢 也有可能是 八線道可以減緩成六線道 等等 像這樣的講法 至於還有兩線道 現在 現在 造成山頂孤島這個事情 我們也可以這麼解讀 那兩條線 也可能就是公車道 公車道 公車道上線 本來就40 那40公里 這個問題就 也不是太大問題 所以它成為孤島這個事情 好像 好像這個 是不是成立 不曉得 那如果我們現在接受的是 是這樣的方案呢 那從北門到山頂 那這個是不是也很大 因為八線道 那八線道怎麼過 或是說過那個叫做 鐵道部 那八線道這個過也是個問題 因為八線道的交通量 會比六線道更大 或是說我們從北門到山頂 兩線道比較慢的狀況 我們存在它應該會比較慢 那這樣的話這個利利得失呢 好像看不太出來 這是第二個意見 從交通的觀點來 可能等一下這個交通局再幫我們說明一下 那這裡面的方案比較好 比較不好的前提 不曉得是什麼 如果就文化資產的觀點來講 三種方案都可以讓多可成立 因為那些各種不可能的方案當然不會提出來 融縮到九個 甚至我們現在融縮成三個 那這個三個考量呢 當然考量的是什麼 當然看來看就還是以交通為主 但是我們從文化資產的觀點來看的時候 當然像剛剛的發展局提出來的意見 就叫做北門一項 這我承認我們都考量北門一項 那指這個北門一項呢 當然有遷移跟保留原地這個事情 想要呈現著文化資產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那就對這個事情呢 北門一項這到底指的是什麼呢 如果是用方案二的話 就是市政府現在提的方案 解讀下來呢 當然好像都言之成立了 但是呢 這個遷移這個事情 那對 因為三個考量都有提經費嘛 保留限定的經費應該是最少 今天媒體啦 我上次有要求提一個這個 保存現況的位置 這個修復的經費是多少 這應該要知道 那其他兩個當然我很貴啦 這個事情好像有沒提到 應該要提 然後變成方案九 或是變成方案四的這個 就是現地保留 這兩個文化資產的意義呢 看來今天的 這個第七次會議裡面的 這個有提 第九頁 就是今天的這個簡報第九頁 那就是文化局的會議議程裡面的第九頁 那當然就是兩岸的這個分析的 考量化資產的概念 到底是什麼 那這看來呢 當然都很中立啦 但是我這樣呈現的就是說 我們把它遠離 大概我們比較的背後的想法 大概就是保留清代的北門 這個最有一點最尊 didn't è 最大 最最漂亮的形式 應該這樣一講 雖然 遠方有鐵道鋪 後方有鋪鋸 然後當我們把它清理了51公尺 大概就有個叫做山頸 這個當然我們背後的想法 大概就覺得北門是比較大 北門一下這樣的寬點 但是如果你可以留在現場 現場大概距離大概多少 可以告訴我們嗎 可以大概30公尺還是20公尺 就是按照現況的距離 大概我除以2大概在30公尺 因為距離看那個圖面大概在30公尺 那30公尺的這個距離 對我們來講好像是威脅感比較大 但是它呈現的意義其實是 我們有天將來講 說我們一樣這個台北的印象 那我們可以呈現的是 日本統治台灣的這個所謂 殖民經濟的這種印象 那壓迫北門 所以呢大概我們現地保留 也一樣都同樣都保留這個北門印象 只是這個北門印象的背後的概念 不太一樣 那距離感這個事情呢 就可以讓我們呈現這個事情 所以30 假設那個圖面是30公尺的話 那個感受跟距離50公尺 然後有隔一個八線道的這個距離 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兩個的背後呢 今天真要談的是這個 我們應該是先從 如果按照我們的程序 應該是先從文化的資產 完全先來看待 那這兩個移或不移這個事情呢 到底想呈現的這個所謂歷史意義到底是什麼 那技術這個比較單純 因為歷史意義決定了 後面的技術黨也配合上來 那所以呢 這個我們應該思考的是 這兩種遷移跟不遷移的方式呢 背後想保留的這個歷史 甚至說我們也可以這樣 將來我們也碰到中華民國印象 就是說也有人提議說要把什麼東門啊 南門啊那些這個清代 這個中華民國把這個清代這個改成這個 這個北方形式的事情 一樣我們也會會論述這個事情 這個我們要到底保留日本時代 清代日本時代 還中華民國時代 這個不同的這個歷史 背後的意義到底應該怎麼做 所以我覺得應該把這個事情先談清楚 那如果這個這個事情談清楚 我們再來談後面的交通的可行性 因為這個怎麼畫呢 我看的各種方法呢 都可以讓這個交通啊 變得比較smooth都可能 這個包括未來的這個形式啊 未來的這個交通量等等這些事情 所以我大概先提這樣的觀點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正在剛才三位委員的發言 董事長容許我們這個相關的幕僚單位 跟大家來做一些看法說明 對 說明可以做看看 好 來 請 我想 別叫說是趕進來的委員 事實上這個這個案子 在101年5月7號 明瑞捲報紙要是第四個配件 那當時有漢寶德老師 漢寶德老師已經瓦身了 非常厲害 那他召集了 他召集了的話 當時我們指定為 應該不是指定啦 應該是登陸為 登陸為 登陸為歷史建築 所以登陸為歷史建築呢 他的指定的理由有三點 然後呢 他這邊有一個附帶決議 各位可以看到附帶決議 他這個附帶決議我念一下 本建築所在地區 仍應以形塑北門一項為重點 進行考量 後續應配合該計畫 與周邊古籍群活化發展 以及都市發展與交通規劃等議題 研議最適合之保存模式 那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當時為什麼沒有給他一個古籍身份 而只是給他一個歷史建築身份 當時為什麼會有一個附帶決議 要演一個最適合之保存模式 我想台北市政府後續的作業 是依據這個附帶決議 如果說我們今天要原理保存 那我們是不是要考慮到 101年5月7號 當時漢寶德老師所主持的會議 這個決議 附帶決議 我們把它取消掉 那我想政府做事情 它是一直延續的 你不能是因為我這一任 我就把前面的推翻 那這樣的話沒辦法沒有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在這個範圍裡面 在將來我們一直建議 就是說新的文字法 對於城市裡面 都市裡面的一些保存 我們先希望看看一個規劃的歷史保存區 那在這個區裡面 有國定古蹟北門 有國定古蹟鐵道鋪 也有國定古蹟台北郵局 那當然後來的這個歷史建築 山井倉庫也在裡面 有的時候我們在做一件事情 我們對文化價值的考量 你要去思考 我怎麼樣一個保存模式 對所有的文化價值的東西 都能夠得到一個實單的保存 那這個方案呢 做的確有困擾 你往北偏一點會壓迫到鐵道部 你往南偏一點會壓迫到郵局 你把他中間去的話 那北人就做到這裡 那當然的話 我們現在這個很多案子的話 會牽扯到山井倉庫 所以這個我是建議就是說 各位應該要把這個 他的我們保存的價值 再來思考 因為在這個聯合國 對一個世界異常的保護 他也是手中在文化價值的保存 尤其在2005年我們文化 保存法修訂 在開宗民意的第一條 他談到一個是保存 一個是再利用 我們也不希望一個古籍保存 是一個死的根據 能配合再利用 我們希望能夠在 不管實質如何 像現在這個台北郵局 他用原用的使用 我們這話講 那最近鐵道部也在修 修了以後他要做個鐵道部 我覺得也很好 所以也不懂 那將來的北門跟山井倉庫 要怎麼樣國化再利用 這個可能要去思考的問題 不要把它當作一個孤島 或者一個很難接近的地方 或者是跟周邊的 這個再利用有一些衝擊 也不太好 所以我想這的確是個難題 我想我個人的看法就是說 我們不要再一再反過反過 再去思考的問題 而是人格按情緒究竟 慢慢慢慢發展出來的 那我想這樣的話去思考問題 比較挑戰的第三 謝謝 我們謝謝任何委員 也謝謝前面的三位委員 那我們 那當年那個登陸我也有參加 這個漢堡的漢教授品詞 當會後了 當會聽文字審議 我們這個討論 當然也是保留一個殘性 就是說 學費指名說 我們要考量北門 但沒有結論說一定要簽 有沒有結論說要簽 就是要做一個從 所以我一直在從前面 到底我們討論的時候是有很多前提嗎 都會按照發展局 交通局 還有剛剛文化局 都已經下了結論 我們再來討論 那我們之後 這個會不需要討論三小小 這些都已經討論完畢了 因為都已經決定了 還是說我們要重來再從這個 就剛剛那個 我從剛剛講的那個 北門意向這個事情來討論 我們在文化資產上面的價值是什麼 我們的交通有沒有成配的 做不到 那還是 但我的看法是既然都提出來的 這個交通一定都有做得到的 不滿意的狀況 都有 每一個都有 那我們要怎麼討論說 到底哪一個是 對這個文化資產的比較有價值呢 我想那個結論應該是這個觀點 我們謝謝這四位委員 我們接下來還是請這個相關的單位 那麼針對剛才委員提到的 但是我是不是要請文化局 先針對剛才黃委員 提到的就是說 不管是古蹟也好 或者是歷史建築也好 那麼如果牽涉到要拆解的話 是不是要報中央的這個還是合併 那這個是不是要先釐清一下 那接下來請相關單位再做準備 不管是交通 或者是說它是好的這個路徑 來 文化局要不要先 那個 剛剛黃委員提到的是 文資法的第32條 那它有限說就是 只有針對古蹟除了因為國防安全 或國家重大的建設之外 提出計畫送中央主管機關 就是文化部審議委員會審議 並由中央主管機關合定者外 不得遷移或拆除 也就是說它這個是限古蹟這一個 因為文資法針對文化資產有不同的類型 那它只針對古蹟這一棟 古蹟的身份才不得建議或拆除 這是原則 那例外的話是要報中央的 那但是歷史建築在法令上是沒有強制的規定 但是為求神眾 我們都會把這種案子提到本市的文化資產 審議委員會進行討論 如果這樣提醒我就做建議 第一個我們今天在最後會議的結論裡面 要把這一點要從法令的這樣的一個觀點 明確的文字化讓它說明 我想這樣的話 對後續的這些探討都有些依據 那我跟各位報告為什麼這樣做 就是說一做下去以後 那麼今天的這個文化局在列席做說明的時候 未來就有訪定的承認 我想這是一個負責的表示 接下來是不是請這個 要交通局先回覆還是獨法局先回覆 獨法局先回覆 獨法局先回覆比較簡單 剛剛其實張老師在問的是說 山直一字的地方有沒有跟地下 就是地下田的有沒有重複 是沒有的 如果從今那個復健的第七十頁的部分來看的時候 那個我們有把那個鐵路的那個軌道的這個部分 大概基本上 不好意思 我稍微畫出來 這是它那個隧道的一個地方 那山頸的位置其實剛好是避開 未來的部分也都避開那個位置 所以它不會有問題 附近來的距離多遠 就是那個山頸三部跟那個現在結衣線那個 你現在那個藍色那個紫色那個是你能讓出來 是嗎 這個不實通風景 這是通風景 通風景 通風景的位置是在 通風景的位置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它其實離蠻遠的 就是說這個是通風景的位置 所以它其實離蠻遠的 所以它其實離蠻遠的 都發局待會我還是要你準備一下 因為民委員最後他還是歸種不管前面的發言幾個項目 那我聽了就是說我們應該要做一個具體的歸種說明 就是說你即使是承認北門意向是一個主要的一個目標 那大家也都接受 那麼在這種狀況下面你怎麼呈現在這樣的一個方案選擇有文資的意義 那交通是可不可以遷就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大前提 你想想看待會我們怎麼去回應 那針對這個民委員提到了很多交通的這些配套 尤其剛才很具體的就是說40公里的這樣的一個速率 那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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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好不好來這整個部分來請教導 這會覺得首先說明一下所謂的那個設計速率 是時速40公里 這指的是那個道路幾何設計 並不是指說行駛速率 也就是說道路幾何設計裡面設計速率就是最高的速度 如果表示說車速如果超過40公里 沒有人可以保障它是安全的 也就是它是有風險的 所以也就是說在那個道路幾何的設計速率底下 我們最高就是40公里 所以實際上的速限我們必須定的比它更低 所以這就是實際上實際上在這個線型考慮的一個問題 而且在這個剛剛講到的這個裡面 它本身的迴轉半徑還必須搭配整個道路的超高來做設計 而且它在那個設計規範裡面其實有一句就是 如果它是連續的副曲線這種設計方式的話 它中間其實還要再放一段緩和曲線 所以實際上這個路型在配置是非常有安全疑慮的 我們並不建議這樣子的路型 然後接下來是剛剛那個老師提到的方案2、方案4跟方案9 可是那天在線刊當地的文資團體提到的他們 他們可以接受的是方案6 所以我們今天放的是方案6 並不是方案9 可是我們也有準備方案9的資料 待會兒也是可以做一下說明 然後其實在方案6的這個 方案6的這個路型的設計 其實考慮的是在我們原本的設計是 雖然說可能從北邊是有巴車道通過 可是其實北門可以很輕易的從南邊這邊 人形廣場來接近 可是在這個方案裡面 其實無論從南從北都是一個不容易清淨的狀態 而且它主要如果說要在這邊做相關的人形動線 它又剛好都是在那個車道匯入匯出的地方 然後再來就是南邊那邊線型其實也有類似方案是同樣的問題 它也是一個互曲線的設計 所以我們是認為說這邊南邊的線型 它本身也是連續彎曲的曲線 我們認為也是不佳的 然後另外就是可以提供一下方案9 就剛剛提到的這個方案9的一個情況 其實它是把山景變成一個孤島的一個方式 而且在這個設計裡面本身從西往東方向 它只剩下三個車道 其實我們在這個地方不斷的在做流量調查 最新去年做的一個流量調查 其實這邊還是都是有四車道的需求 而且應該是現況就有四車道的需求 然後其實我們一直努力的在減量 可是未來在未來永久陸行 給我方案2 在未來的永久陸行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整個把這個區域的動線減化了 也就是說我們從博愛這邊過來的量 其實它現在是可以南北通的 未來南北不通 其實有一些量是必須走到這裡來的 然後北平這邊的東西向未來也只能往上走的情況下 所以有一些量也是會從提早從東往西方向加進來 所以其實我們在以同樣四車道 現況四車道未來其實如果在車流量不減 它要負擔更大的量 所以我們以這四車道來做運作 實際上已經必須再做一次減量的動作 這已經是我們下一階段要面臨的一個交通的一個挑戰 所以其實從引到拆除到下一階段的路行 我們程序都在做減量 可是其實以台北車站這邊 周邊大眾運輸服務密度這麼高的情況下 它的車流量事實上都還是這麼高的情況下 其實未來可以再減的空間其實還是有限 畢竟它是整個台北市的主要感到 還有補助我們再請這個李教授李老師來證 那接下來是不是還是再回到渡發局要不要補充說明一下 就剛才還是講的 就是說在整體的這樣一個大原則的一個規劃 美門一項大家都接受 那它會是一個儀規 跟101年的這個結論 它也是一個方向上的遵循 我其實還是 我可能表達的不是很清楚 其實在101年的決議 我們其實認知其實跟薛琴薛老師剛剛其實是一直是一樣的 就是說其實應該我們要彰顯的是北門廣場的這件事 所以包括我們整個在市府花了很多的錢 六天的時間把引到拆除 其實某種程度它其實是要彰顯北門廣場的意向是在這個地方 那再加上它的 我即使沒有錯道路其實都可以走 可是它的人形的動線 其實在其一些方案裡面都沒有被完整的考慮到 我們之所以提出來這樣子又往南微調的方案 不惜又把北門又縮小的一個方案 就是要把整個的一個人形的動線 從東往西能夠帶到未來的這個日式書冊局 甚至有可能到提案的旁邊 所以我們認為整件事情在談的時候 其實是北門的 我們認為北門的意向其實是比較重要的 那再加上其實有很多的登錄的歷史建築物 其實它如果是妥善的保存 其實它的意義其實不會去減少 我一直強調的部分是說 它所在的這個地區的這個區位 其實不會因為它的這個一致而 少了它的一個所謂的見證性在那邊 所以這部分是我們想要跟委員會表達的這個部分 而且我們也沒有不尊重歷史建築物的意思 我想我們就先答覆到這個地方 那麼當才這個 薛委員給我們回憶了這個101年 當時的一些審議的過程 我們也非常感謝 那這個部分就是說 大家也一直都在追問 我還是建議我們這個文化局就是說 那就是說在今天的重點記錄裡面 第二項 第一項除了剛才講的 拆除的這些法令的依據 中央核定的這些必要性等等把它記清楚 那第二點就是說 盡量能夠請教 尤其我們這個李前浪委員 那麼我聽說他在上一次審查的時候 他就是當時的這個這個 這個主任委員 這個主席 那這樣的話我想就是說 我們可以盡量追溯 那麼當時的這個原始 那能夠把它延續到政府的施政 還有一貫的脈絡 那就是說當然現階段 如果說這個文化資產 還可以保存這些保護 如果有干戈之處 或不同的見解 不同的發展 那我們現在應該還是開放 都可以來做探訪修正等等 那接下來我們還是在第二輪的部分 請教其他的委員 有沒有要做我們實證的地方 來請教 為了補充7點意見 那個 我很敬佩剛剛前面幾位委員 他們的 做於這些 一些看法的一個公見 就我所了解大概是這樣子 因為台北台北府建成剛剛在2004年的時候 剛剛是舉行了叫做120週年陳慶 那麼因為陳慶了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那個台北市舉辦一系列的一個慶祝活動 其中包括一個是劉文傳進城 劉文傳進城 劉文傳進門就是從北門進來 另外一個是金面媽祖 媽祖進城 因為金面媽祖他本來在 這個天后宮是在我們現在的新公園 新公園那裡 那麼後來因為日治時候 這個地方因為要推行現代化 所以建立公園 那麼也在紀念的這個侯物館 所以那個廟就被拆除了 現在新公園裡面還有很多的住宅 就是那個原來是石柱 你們到新公園去看 還有很多法羅在哪個地方 那麼那一次的活動 這個金面媽祖後來就被請到三支供候 那麼那一次辦的活動 大家很感覺到最大的難過的就是 當劉文傳模仿進城的時候 然後那個前面那個鐵城門的橋 那個高下橋擋住了 那個廣場沒有 所以大家就非常有共同的一個意思 所以那個時候廖賢娥就是很希望 大家不是廖賢娥就是文化級的那時候的唱法 就希望如果這裡有一個廣場 來重現這個門戶的意象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廣場 其實將來那個模擬還有一個接關庭 每一個大的城門都有一個接關庭 所以將來你們那個復健廣場 也會把那個模擬 而其實這個廣場它也是一個虛擬的很多人 但是也有這個實際的功能就是說 從南邊能夠可及 這個是最大的一個 所以從現在這個 因為台北湖這個城 可以講說整個中華民國 就是中國歷史上 可能算是最後一座 就是按照風水理論 按照玄學 按照玄學 按照玄學理論 因為北京呢 它是按照先天 過去呢 這個先天的八卦 《易經》裡面 是天然的八卦 是天然地點 我們這個布堤 它是有一點類似後天的八卦 它的城門正門是在北 那也不是說完全是北 它的祖山就是七星山 七星山喔 所以在舉辦一百二十週年慶的時候 曾經也舉辦過七星山的禮戰 這個可能知道人比較不多 那麼說體育舉的人 還非常很不高興 為什麼由文化學來發動 這個作為這個 這個所謂七星山的禮戰活動呢 為什麼不是由我們體育提出 所以我們是從中華民主來辦 後來跟他們講 這是為了配合陳慶的觀景 所以它是有一系列 那我們到這個 後來一百三十週年的時候 陳慶就沒有這些活動 不過聚信 贏媽祖還是有這些活動 所以這個城祥就是說 它有很多的這個 因為在我們這個 中華民主的這個歷史當中 全世界古文明當中 全世界古文明當中 像希臘 阿里斯多多它就發展了所謂形式邏輯 後來在文化復興 復興這個以後 就變成這個實證哲學 實證科學就跟哲學分開了 所以才有他們今天的這個科技 但是中國它是發展玄學的 因為它的這個不一樣 也就是說對向天類比 這個在全世界只有中華民主才有 所以每一次建都城都要向天 所以三言 台北市也有隱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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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 所謂向天類比 這個是一個玄學上的一個 一個用意經上的一個用途 2004年非常有趣的 就是兩岸發生的這件事情 在台北就是產生了所謂建成120周年慶 所以有一些重新再喚起一個歷史上的一個意識 因為新公園就二八公園 在陳水平市長的時候 它改變為這叫二八公園 它也是為了要圖選一個悲情城市的一個歷史 一個記憶 那麼馬英九要把 要要恢復這個辦這個成績 它也想連接到清朝的這個歷史 它都有它的這個用意 後面這個他們這個高層隱隱隱隱隱隱 都有它的後面的潛在哲學思想在做治好 那麼我們這個台北市在這個 在大陸2004年也有一件事情 這個是大家談論最多的 就是那個楊振林 楊振林他82歲 他是諾貝爾獎物理獎 82歲取到一個28歲 這個是成為美談 但另外一個是他公然他非常愛國 可是他公然反對易經的這個所謂這個 剛剛講的是說像天類像這個比類的地方 他認為說易經這個不符合形式邏輯 可是形式邏輯是一個那個思維的另外一種 形象邏輯是中華很特別的另外一種 後來總是算有很多爭論很多討論 但是台灣被喚起這個就開始了 所以我們這個有注意後來我們 Twin Tower就是雙子星的建設的時候 就很重視這個北門對七星山的一個視覺軸片 為什麼很多案子都要處在這個地方 就是說這個你要喚起北門台北城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意思 所以那個很希望就是彰顯這個門戶的意象 一個是歷史上的一個記憶的意思 所以我想剛剛有委員講的是說 因為文字法它特別法 你怎麼把這個 為了要修改這個路形 才會把這個土地來配合先移 這個詩文當然是形式邏輯上的詩文 但其實它這個路形的改變也是為了配合北城門的 如果是從這個更更深淵的淵源來看的話 那麼應該那個時候漢保德先生在訂這個登陸為歷史建築物的時候 它為什麼要把它登陸為歷史建築物 就是保留一個彈性 就將來一個適應的彈性 所以基本上這個方向應該考慮是對的 所以我也想說這個華山菊他大概也是有考慮到這一點 他也是說以這個北城門 那麼現在這個從國家中央以著台北市地方都非常重視這個台北車站特區改建 還有這個延坪北路 那這邊就是補濟區 這邊是相來的推套 就是一個雙子慶的一個新的門戶 然後這個重慶北路就是等於說像過去中國傳統的這個都城的朱雀大道 朱雀大道 那這個延坪路可以講說是我們的一個文化的一個古蹟文化步道 因為在日記時候城門以內就是日本人基礎的地區 然後化成法文堂 那這個延坪北路就是一個台灣人的基礎 所以過去稱為叫台灣人的地區 所以它是有這樣的一個特殊上的意義的 那麼那時候整個每一次這個新民媽祖到城的時候就堵在這個北城內 是整個人在等車子 因為剛好北城門北面南面都有車行流到 那根本就很難走 很難走 所以那個時候大家有一個很強烈的意願 希望將來能夠把這個光場能夠適當的 這是文化界也是文字會大家有共同的一個願望 所以現在能夠看到有這個我想是有它的意義的 所以我建議這個陳述應該從這個奄言這樣講下來 不要是從我因為整路行所以要把古蹟天 這樣就本末倒吃了 這樣說理就很難說清楚了 你怎麼未來要路行整治而把古蹟天 你要是說它是未來配合北城門的什麼叫意見 另外你這個我們上次去看的時候 這個倉庫 倉庫它是利監 它是山景 它可以講說在台灣也是很重要 它過去茶葉的外銷 張老的外銷 他們山景奉獻很大 不要只強調它是這個殖民時代的經濟 其實它是對台灣的經濟有幫助 因為在清朝的時候茶葉就是透過英國的杜德公司 把我們茶葉外銷 所以台北茶葉變成說台北 賓金銀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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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 為什麼呢 這對台灣是有幫助的 不要只一是在成熟的時候 被日本人牽連 那個時候如果從清治亞的時候 他也是給他的一個貢獻 不然的話以前在清朝的時候 台北也種茶 可是它變成是廈門的下游機構 我們台灣種茶要送到廈門去包裝 然後由廈門外銷 那麼從杜德以後 英國就是這個淡水開港以後 就是變成國際通商以後 英國通這個銷路 世界的銷路網路以後 使台灣變成一個主體型 所以不要再靠近 所以台灣才變成這個很 台北是變成很重要 所以後來台北曾在建 或者什麼很多都是這些茶堂天線 所以它是有這樣的歷史編引的關係 所以我在陳述上面 我是建議的 要從這個北門 從這個陽平北落 從這個陳的這個意思 完了 那麼這個來看 說未來要使這個完人 那麼我們去看這個倉庫的時候 其實那個木結構的部分都已經腐爛了 已經是腐爛了 它一定本來就是要換掉要充足 是這個意思 那如果剛剛這個薛教授也講過 如果我們現在是為了千余市 為了使它更好 那我想這個應該也可以 就是這個所謂重要性它是相對的 不是絕對的 現在台北市你看 過去台北機場也是被遷移的 但是互相遷移 互相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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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個台北機場捷運線 很多門這個出口 像那個塔神街 也是配合我們文化級的意見 它把那個很多站給來 全部都改 所以它不是只是單方向 也是有 所以我是做一個 等於說雖然我是文字委員會的委員 但我是也是見證 因為在世界上的這個都市發展 在1970年代才開始重視這個股局的維護 雖然這個雅典獻章在1930年代就有 這也是建築界裡面開始這個暢合 但其實上古西的維修、維護 最早是從日本開始 他們最早就有這個股市的維護 是這樣 那台北市的這個都市計畫的發展 也是經過幾個階段 差不多是1960年代 大概世界就是一個開始一個旅境 新的一個旅境 這個無益復興無外 這個是一個新的一個旅境 就是形式的一個叫程序理論 那70年代全世界普遍的就是 開始重視環境 所以有環境部 在英國有環境超部 美國有環境的可能因素大 但實際上這個理論上是很順暢 那台灣一直到民國80年代 就是1980年 民國70年才有環境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整個台北人 各種台灣的這個思想 很多次大概是 比世界的潮流大概相差十年 那麼好不容易後來就跟上來 在1990年代差不多我們台灣就登上來 那也是說差不多在林青龍先生股市長 當台北市的這個股市設計科長的時候 那時候台北市開始有所謂成長管理 這個所謂smart blues 那個是跟世界就有一個結果 另外就是社區理論 在1990年代 那麼另外就是所謂新都市主義 新體育主義 開始台灣就談得很多 而且有的地方 比外國來談得更近 所以我們台灣進步也很快 那現在21世紀呢 你要開始就是氣候變遷的問題 我們台灣也有很多努力在做 我們都市計畫也一直在努力 開始有些討論到 所以溫室效應的問題等等 所以我們台北市的都市計畫 也沒有說像過去那樣保守那樣死亡 所以他們也是等於說 也是保留了相當的台勁 或對方和大家互相協調 我想這一點應該是可以做為見證的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來請 張委員 恭喜各位委員 各位同仁大家好 因為我等一下四點然後回學校上課 我覺得今天這個議題很重要 所以我特別把課從兩點挑到四點 那我覺得今天討論的這個案子其實很重要 真的很難得都市發展的議題 其實主題是以在線歷史地區風 為核心的焦點在談一個都市發展 那我想這個部分也配合最近幾年 聯合國推所謂的歷史性都市景觀 這件事情的一個概念 那針對這個議案大概有三點建議 那有關那個遷移的部分我想等下尊重各位委員的意見 那第一點我覺得這個案子就我所知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就是我們討論路行的時候 今天所謂的永久路行事實上還是基於2016年的交通的狀況在處理 這個永久路行 那對我而言這個絕對不可以是永久路行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在第18頁 簡報的第18頁裡面其實有提到第二段的這個部分 其實有提到這個部分 這個國家門戶事實上除了重現台北歷史地景風貌之外 其實有一個焦點叫做人本交通環境 如果是以人本交通環境為主體 我覺得就不是發現到在討論這件事情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個永久路行事實上在第61頁 第61頁的這張圖可以看到 事實上這一個所謂的目前的永久路行 歐城事實上有一半還壓在馬路下面 所以我對我而言我覺得應該會有一個 我覺得時下比較流行的叫2050路行 那個路行基本上是以人為主 而不是以發現到的交通為主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沒有看到 我覺得階段性的一個討論 那到2050年的時候 也許這個地方全部都沒有交通可以通過 而是以人為本的交通路行 這是我第一點意見 那第二點 我覺得在談保存的時候 事實上我覺得我們的目標事實上還是現地保存 所以剛剛那個突發局的簡報 那個建華這邊的簡報 我必須還是要講一下 事實上離開了51公尺雖然不遠 但是事實上對於三井倉庫的價值還是有減損 它不是沒有減損 那我覺得兩個層次其實很明顯的就減損到了 第一個是基地的地理資訊 其實不見了 它離開了51公尺 事實上地理資訊不見了 那個我們做建築設計 事實上基礎設計其實是個很重要的 那理解基礎的地質這件事情很重要 那我舉例剛剛新委員其實有提到 那個台北工廠的遷移 那因為不同的地質的環境 事實上基礎的設計其實不太一樣 在台北工廠的例子裡面 那個地下水比較低的它就沒有打樁 地下水比較高的它就打樁 那這個部分其實就是基地的地理資訊 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很明顯 其實就有損失 那當然我們三井倉庫基本上房子不大 所以它的那個基礎的討論 事實上我想議題比較簡單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有影響的就是歷史情境 我想以後拿著老照片 對這個地方事實上一定對不到三井倉庫 所以我第一件事情我覺得 我先說明就是其實有減損 而且確實有減損 那我個人的意見就是事實上就保存而言 現地保存一定是最高原則 那這個部分其實完全是尊重這個歷史建築 或古蹟的一個保存的一個態度 那它不只是原則也是態度 所以我覺得這個案子基本上都市發展本身 剛剛米偉人其實有提到 我個人意見其實認同 就是事實上都市發展其實必須完全尊重文化保存 這個部分我覺得其實各方面其實都是如此 但是反過頭來講 那個如果文化資產的保存透過別的領域 比如說都市發展而能夠讓這個房子得到更多的照顧 更多的資源更多的討論 我覺得就文化資產保存發展而言其實是好事 就如同今天山景我覺得已經引發很多很多的議題 這件事情其實對文化發展而言其實很好 那我相信它也會有更多的資源被投入到這一棟不大的一個房子上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其實還蠻重要的 那現階段如果我們從今天的角度來看 八線道的這個路形其實已經沒辦法改變了 因為就剛剛那幾個方案其實看起來其實對山景而言 其實它好像勢必不得不離開 但是我覺得基於現地保存的原則跟態度 我覺得應該要幫它考慮一個 在未來永久入行2050年永久入行可能的狀態之下 我們要把所有的準備工作做好 那2050年的時候其實山景搞不好有機會可以回來 它的原地